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AI新典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 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假冒的泰勒·斯威夫特支持他的AI生成图片 这张图片声称斯威夫特呼吁他的粉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 然而,事实上这位流行歌手从未公开支持特朗普 过去还曾支持过民主党的候选人 随着特朗普的这一行为引起媒体的哗然 许多观察者指出,这张图片可能是由深度伪造技术生成的 并质疑这样的虚假信息对选举的影响 特朗普的发言人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 这是个日益增长的运动 然而许多斯威夫特的粉丝和监察组织却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这是对选民的误导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英国科技企业家麦克·林奇的故事 他的职业生涯同样充满起伏 林奇因为与惠普的法律纠纷而面临长达12年的法律斗争 直到最近才宣告无罪 但他的故事却因一次游艇事故而再度引发关注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危害 也凸显了科技在当今社会中的双刃剑角色 面对不断上升的虚假信息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持警觉 思考如何在资讯的海洋中寻找真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社交媒体的浪潮中 唐纳德·特朗普以一张争议性的图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张图片显示着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身着红、白、蓝三色服装 标题写着泰勒斯威夫特希望你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 这一幕震惊了无数人 因为泰勒斯威夫特从未公开支持过特朗普 且他的政治立场向来偏向民主党 一时间 这张假图片在特朗普的Truth Social平台上引发了媒体的哗然 许多报道纷纷指出这是一个深度未造的产物 并质疑特朗普的用意 根据电讯报的报道 这张虚构的图片不仅出现在特朗普的社交账号上 还伴随着一些AI生成的照片 包括穿着Swifties for Trump T-shirt的年轻女性影像 特朗普的发言人史蒂文·张仕图将这一行为美化 称Swifties for Trump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运动 不过 粉丝和监察组织却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指责这一行为是故意误导公众的虚假宣传 泰勒斯威夫特曾在2019年公开支持乔·拜登和卡玛拉·哈里斯 并在其2020年的纪录片中对特朗普进行过批评 这样的背景让特朗普的行为显得格外离谱 也引发了对于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问题的反思 公益公民团体指出 这一事件是人工智能创造虚假信息的诱异例证 对于民主选举和社会信任的潜在危害不容小觑 随着技术的进步 深度伪造技术的普及使得辨别真伪变得越发困难 这对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造成了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会各界对特朗普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和担忧 网络上 许多专家和评论员呼吁加强对虚假信息的监管 确保选举的公正性 同时 随着2024年大选的临近 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成为每位选民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 特朗普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挑衅 但是否会真正影响选民的选择 上代观察 转向英国 麦克林奇的故事 则是一场科技创业者的悲喜剧 他的名字在英国科技界响亮 然而 命运的潮流却让他遭遇了长达十多年的法律斗争 林奇的职业生涯可谓是高峰与低谷的缩影 2011年 他以110亿美元的价格将他的公司Autonomy卖给惠普 随后却因惠普指控其误导性财务报表 展开了漫长的法律斗争 林奇的故事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 还有他与法律的斗争 面对惠普的指控 林奇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历了漫长的诉讼和流亡生活 他在美国面临的引渡战中最终被宣告无罪 但这段经历无疑为他的事业留下了阴影 这位59岁的科技企业家 曾在西西里海岸的暴风雨中失踪 其所乘坐的豪华游艇沉默 让他的故事再度引发关注 而这次沉默的背后 则是他赢得官司后的庆祝 却未料到命运的捉弄 林奇的经历促使人们思考科技与法律的关系 作为技术界的领军人物 他在推动技术创新时 却也遭受了法律的重创 事实上 他的故事展现了创业者 在商业世界中的脆弱 尽管林奇在Autonomy的成功 使他成为知名的投资者 他的故事却是对于风险与获利之间 微妙平衡的深刻洞见 在林奇的陪审团审判中 检方对他的形象刻画 与辩方反驳形成了鲜明对比 检方将他描绘成为官管理者 而辩方则强调他作为一位科技策略家的大局官 最终 林奇成功说服陪审团 让人看到 他在面对艰难时刻时的坚韧与智慧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奋斗计 还是当代科技企业面临的挑战缩影 无论是特朗普的假象政治宣传还是林奇的法律斗争 这两个故事在当今社会中发出不容忽视的警示 科技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的变化 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信息化日益发达的时代 如何保持真相的底线 成为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无论是选举的公正性还是商业的诚信 这些都是社会必须重视的课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发布这张贾泰勒斯威夫特的图片 显示了他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虚假信息的能力 这不仅是一种政治宣传 更是对年轻选民的吸引 试想年轻一代都是在互联网上长大的 这样的行为可能会令他们感到新鲜和有趣 从某种意义上说 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增强他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这样的行为更像是一种误导 泰勒斯威夫特向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的粉丝Swifties更是与特朗普背道而驰 特朗普这种虚假宣传只会让人们更加愤怒 并最终适得其反 你能想象一个人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建立在谎言之上吗 这不会让他在选明星中变得更可信 或许吧 但在政治中吸引注意力的能力至关重要 特朗普的这一举措无疑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说不定这正是他试图赢得年轻选明星的一种策略 根据研究 年轻选明的投票率在逐渐上升 特朗普如果能够成功抓住这部分群体 未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可问题在于 这种手法会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困惑 甚至失望 毕竟选举中传播虚假信息会带来严重后果 特朗普这样做只会给人一种他不尊重选民的感觉 历史上很多政治人物因为散播不识信息而失去支持 特朗普是否真的想走上这条路呢 然而 特朗普的支持者往往对他这种不拘一格的行为感到欣赏 这使他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独特的魅力 这种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反叛传统 政治的基础上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能在过去的选举中 这种作法只会进一步恶化这一现象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可以参与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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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